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公式他跟我们讲说F除以G你把它微分以后它会变成这个红色的G平方分支F'乘G减掉F乘G' 所以我们按照这个公式下去把刚才两个函数相除 你把5x-1看成Fis加3看成G 我们把它写在这个背景黑色的它就变成这个式子 同学对照一下 所以F的微分就是5x-1的微分 那G的微分就是2s加3的微分 所以我们得到5s-1微分剩下5 那后面分子那边2s加3微分剩下2 接下来呢 这个5s微分变5 后面-1微分变0 那这个2s加3直接超下来 5s-1直接超下来 那这个2s微分剩下2 3微分变0 所以到最后你运算的结果呢 分值10s-10s消掉 然后5乘315 15再减掉变成17 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推论 G在S如果可以微分的话 而且G不等于0 那么你把G取导数 也就是G分之1 它微分的结果呢 会得到-G平方分之G'x 这个我们也把它用刚才那个 除法律下去证明一下 同学对照一下 实际上这个推论里面的F就是1 F函数实际上就是分值的1 所以呢 当你把F看成1之后 按照刚才除法律 那么1的微分呢 它会变成0 1的微分会变成0 因此我们得到这个推论 有点始定的 可以变成2 1 4 4 5 感谢观看